小个子凭什么打败两米四的大壮汉 独步看出 谢尔用的是脚手十字固定的招式 这招直接将李昂的手臂翻转了一个方向 没想到他这才包扎好 现在又要去包扎一遍 不过他这技术确实不太行 难道这里的所有人都可以调到他吗 传闻在北方大地 有位惊人的大力士 他可以在寒冬里独自一人 穿着大裤衩 拖着重物 而那人就是谢尔 很快两人的战斗开始了 猎海王一上来 就摆出了鹤星胡爪 两人都不慌不忙凝视着对方 独步问克斯 觉得猎海王的肌肉如何 克斯觉得猎海王的身形和招式都很别致 中国拳法难道真有这么厉害吗 两边对着半想 猎海王突然放下攻击姿态 朝谢尔走过去 知道他应该如何摆成姿势 比如场上对着来教导自己 这不是赤裸裸的侮辱吗 谢尔咽不下这口气 抓着他的脑袋就想抱头 然而猎海王动作更快一步 他单掌用力 竟用无形之力将谢尔喷了出去 谢尔立马起身朝他反扑过来 打算欢迎颜色看看 然而他却扑了场空 猎海王以相当敏捷的姿态一跃而起 跨坐在他的肩上 接着他双手掰住谢尔的下巴 往下拧了好几圈 这招名叫转莲华 动作迅速敏捷 而且相当致命 任牙都看呆了 他觉得这已经不能算作比赛了 单纯是猎海王单方面碾压而已 加腾还没看明白局势 他兴奋到 只要我赢了这场比赛 就能跟他较量了 在他们观看热血比赛的时候 有人潜入休息室 将所有人打得裸花流水 得知休息室的情况 德川却觉得很理所当然 那家伙做什么事都不奇怪 紧接着上场的是神星会的加腾 他的对手是凯兰 但不论主持人喊了多少遍 都没有人回应 不知道这位选手是逃掉了 还是被干掉了 因此只能让候补选手上场应战 不过大家没想到的是 候补选手竟然是这红帽星星 这发型疏的跟泳次郎差不多 还以为是范源泳次郎呢 但是任牙却一眼认出 这家伙是叶插员 大家都惊呆了 这真的是候补选手吗 正当护卫们准备将红帽星星 脱下场时 德川告诉大家 这家伙的确是他招了的 第四位候补 他问加腾有没有打倒他的信心 四年前 任牙打倒了这家伙的父亲 打他儿子应该不成问题吧 听到任牙的名字 加腾瞬间立起爆碰 两脚飞登踢了上去 但挨了他踢机的叶插员 却一脸无所谓的坐在地上打哈欠 这不正是在嘲讽加腾儿的菜吗 加腾又气又急 对准他又打又踢 但他做的都是无用功 对小家伙来说 连脑痒痒都不如 任牙曲相当揪心 他把那只叶插员当自己的朋友 而自己的父亲 杀死了他们夫妻俩 留下的这个孩子 按理说 该叫自己叔叔才是 没想到 竟被抓来打架了 面对防御直高的离谱的叶插员 加腾的攻击完全是空气 他自己还反被丢到了场外 可思抱住加腾 往后退了几米远 他劝加腾放弃 我不是说你垃圾 而是你真的打不过他 但这猿猴的父亲 曾经败于任牙手下 加腾不想承认自己比任牙更弱 所以他坚称这是自己的对手 他要继续战斗 小叶插员穿过通道 朝他奔了过来 可思嘲讽道 你的高踢和切击似乎都无效啊 加腾寻思 那又怎样 我还有绝招呀 但可思已经知道结局 就算有 他也是没办法打赢这个叶插员的 加腾冲过去 想两指戳爆他的眼球 但自己却被他一头摁住天灵盖甩了出去 站在一旁的可思看不下去 便从他身后给了他一脚 彼时 加腾已经不省人事 看来这次这只猿猴 只能交给可思来解决了 片刻 可思一边唱着欢乐的歌 一边带着昏迷不醒的叶插员回到擂台 他把红毛叶插员丢出老远 还没令他赶紧轰过来 见叶插员这么被虐待 任牙再也忍不住了 他来到选手通道 朝了一台跑了过去 可思明显比叶插员强了许多 他的拳打脚踢 找找致命 叶插员承受不住 喉咙涌出一股鲜血 全身乏力昏倒过去 但可思并不打算放过他 他揪住叶插员头顶的红毛 猛的一下 朝他天灵盖击下 观众们欢呼声叠起 独步和德川都一游未尽 德川夸赞 这才是让人看了觉得很舒服的正规空手道 但目睹这一幕的任牙 觉得他们残忍之际 可怜的叶插员二世 被暴打之后 呼噎着趴死地上 可思以他可能会中突醒来 妨碍比赛为由 想将他彻底打死 任牙毫不客气的上场招呼了他一拳 不过可思防御得当 竟在他出拳的瞬间 释出了一脚飞踢阻拦 就在任牙决定和他打一架的时候 加藤上前阻止 可思跟我这个菜鸟不一样 他一定会爬到顶端 你们势必也就会PK 独步上来讲和 他让任牙和可思一起进入决赛 到时候 心脏老丈一起算得了 任牙将夜茶园二世带走 他发誓自己一定躲得头盔 连同他的那份一起报仇 接下来上场的是 能力和天赋都很优秀的道成 与他对战的是华山勋 道成的师父担心 万一道成不小心败在华山勋手上 这么一来 就不仅是道成本人输了 还是日本拳法输了 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武道输了 华山勋一如既往赛前喝饮料 任牙走过去打招呼 却被他夺回了手 他告诉任牙 这场比赛是战斗 是格斗家和他这样爱打架的人 双方的志气之战 而任牙注意到 华山勋好像比以前更壮士更高大了 同时看着气势 也是相当有男人味儿啊 不过这些选手 似乎都比较喜欢开战之前放狠话 道成主动上前挑衅华山勋 还让他戴上防护面具 这样做是为他好 任牙知道华山勋的脾气 不过也很惊叹于道成的胆势 说这种话的时候 竟然还面不改色呢 而华山勋接过面罩 徒手将他捏成球扔在了地上 随后他从怀里抽出一把刀 递给道成 言下之意是 你还是戴上他放身吧 而道成把手刀刃放在地上 一拳将其打成两半 主持人惊呆了 据说 折不断弯不了的日本刀 竟然被一拳击断了 这能说明什么 但是这玩意质量不是狠行了 双方礼上往来 一上来就将气氛退入高潮 华山勋不虚不及 摘掉眼睛脱下了外套 华山勋先手出拳 但速度慢了道成一步 道成的拳头正重落在他的鼻梁 顿时流下了鲜艳的血 华山勋不服 再向他挥了一拳 然而这一拳还是慢了一拍 他的鼻子又被道成狠揍了一拳 不过一开局就挨揍 似乎已经成华山勋的日常战斗风格了 他没有放弃 再次挥出了拳头 而这一拳被道成的脚挡下 道成运动神经发达 身体轻盈敏捷 不过虽然他速度快 但华山勋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 刚才注入他大半力量的拳击 在道成的脚底引起了巨大撞击 让腾飞半空落地后的他 刚落地脚就断了 华山勋人高马大站在他面前 我可以失误很多次 但你失误一次刻就废了呀 就让你看看黑社会的面子问题 华山勋猛的朝他腰腹出拳 道成试图摆住华山勋的手腕 给他一个爆摔 不料因为用力过猛 自己的脊柱反而断裂成了几块 没想到他如此脆弱 华山勋也蒙圈了 搞什么 这就没了吗 自己还没有使出权力 这家伙反倒自己先自断脊柱 这是什么新式的恶人招式吗 和一弟子被黑社会三两下打倒 师傅的面子当然挂不住 于是老爷子一把年纪 还来的擂台与华山勋开战 他声称 抵抗不当的暴力 是无数存在的意义 他绝不能看着华山勋这种暴力行径 在正当比赛中打印 华山勋双手插兜 觉得他说的都是歪理 大家都是来打架的 谈什么意义不意义的 想打的话随时都可以 华山勋表示 自己是打架专家 什么时候来都奉陪 不管是在睡觉 还是和女人在一起时都可以 既然华山勋如此有觉悟 师傅当即改变心意 认可了他武道家的身份 随后 华山勋脱下衣服 把衣服盖在道成身上 接着朝他喷了一口酒 以示送别 他承认道成有点水准 如果他的上机全出手轻一点 自己的右手可能就没了 不过 练武道实在可惜了他 而师傅却看明白了 如果华山勋立志走武道这条路的话 那么历史将会被重现 在休息室的走廊上 独步遇见了罗兰 独步与罗兰的师傅比尔 曾缠斗了一小时都未奔出胜负 之后 比尔因换眼即退休 而现在他的弟子罗兰出现了 罗兰是个关节爱好者 王大勒说 就是强迫症 每次看到连在一起 或夹在一起的东西 就忍不住想打开 有结合敏感症的他 加入琴批琴的凯因流派 混得如鱼得水 因为队友和师傅 都无法满足他的挑战欲望 因此他前往非洲单挑猛兽 独步告诉他 正是因为他的存在 所以自己才让克斯上场决斗 克斯和罗兰同时上场 双方打仗了片刻 各自都觉得自己能拿捏住对方 独步告诉克斯 这场比赛是在测试他这个干儿子 是否能继承他的宝座 克斯取下毛巾 缠在独步井上 并告诉他 他自己也打算 借由这场比赛超越他的地位 罗兰一看到克斯 就在寻思该从哪个部位下手 是要折断 还是切断 或扭断呢 克斯站定后 罗兰最先冲过去发起进攻 然而克斯见他过来就往回跑 两人交换位置对视片刻 罗兰备手侮辱 再次朝他冲了过去 而克斯立即跳过他的后背 在即将到达擂台边缘的时候 一脚回弹 将罗兰撞出一口血 不过罗兰也顺势拉住克斯的手 将他手肘搞脱臼 这时克斯朝他胸口 使出密集一本拳 接着他猛一甩手臂 竟然利用手掌发出来的离心力 结合了肩膀和手肘 罗兰上前想抱着克斯的腿 将他按倒 但克斯先反应过来 先腾空跃起 然后跳到他身上 朝他的鼻子狠揍了一拳 克斯准备补刀 然而罗兰掰起他的手腕 将他按压在地上 搞毛生计的 任牙就是用这招 把自己搞定的 然而克斯并没有慌张 而是单手将自己 连同罗兰一起举了起来 随后他回声一跳 与罗兰并肩站立 接着趁他反应不及 对他狠狠的拳打脚踢 罗兰毫无反抗之力 成了任他宰割的鱼肉 克斯表示 自己的目标是犯马勇次郎 你这点楼落还不够看呢 任牙齐的捏紧拳头 在这里 我才是无败之王 合着你们都无视我是吧 而至于犯马勇次郎本人 他已经得到消息 要回来凑热闹了